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深入浅出的方法讲解圣经真理 各位观众 你们好 我是陈汉祖博士 今天想和大家讨论的是耶稣基督的死亦复活对我们的意义 耶稣基督的死亦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思想 新约的福音书花了很多的蝙蝠去介绍去解释耶稣基督的仇死和复活 究竟耶稣基督的仇死和复活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我们要来讨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的死亦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在历史上耶稣基督不是唯一一个死在十字架上 根据古代的记载 很多的古代的波斯人 或者是亚属人 甚至古代印度人都有个十字架的认罚 后来希腊人 罗马人也都有这种认罚 也就是说在历史上 其实有很多人都曾经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么特别呢 耶稣基督曾经说过 他说当我在地上被挤起来的时候 就会吸引万人来归向我 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之后 那一天 人类的历史其实就已经改变了 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对我们的意义 第一 是代替了我们罪的认罚 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说 他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我们人犯了罪 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 亏欠了神的荣耀 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在上帝的眼中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每一个人是达到上帝的标准 所以在上帝的眼中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而罪的代价就是死 耶稣基督就是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扶起这个罪的代价 他亲身的担当了我们的罪 替我们死了 这个就是十字架上 耶稣基督完成的第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第二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受死 是成为了我们的属架 古代的希列文里面这个属架的意思 就好像一个奴隶被属回来一样 本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罪里面成为了罪的奴隶 耶稣基督受死之后 就将我们属回来 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 耶稣就将我们在罪里面属回来 耶稣说 我写明作多人的属架 一个被属回来的奴隶 本来他没有自由 但是他现在有了自由 我们在罪里面是没有自由的 当耶稣属回我们之后 我们就有了自由 第三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 就让我们免去了神的愤怒 罗马书第五章第八第九节是这样说 他说 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清义 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 因为人有罪就是得罪了上帝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要灭了我们的神对我们的愤怒 就令上帝原谅我们 第四 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之后 就让我们与神和好 罗马书第五章十节十一节说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令我们与神恢复一个和好的关系 因为我们人犯了罪之后 就与神断绝了关系 我们就得罪了上帝 耶稣基督所做的 就是令我们恢复和谐的关系 其实与神和好这件事 对我们人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人其实是很需要和谐的关系 特别我们需要四方面的和谐 就是天、人、物、我 也就是说我们与上帝 需要一个和谐的关系 我们与人与人之间需要和谐的关系 我们与万物之间需要一个和谐的关系 我们与自己也需要一个和谐的关系 《创世纪》记载了上帝创造人之后 其实人与上帝应该是一个和谐的关系 如果人与神有一个和谐的关系 就会影响我们与人或者与万物与自己的关系 如果这个关系被破坏之后 如果我们与上帝没有一个和谐的关系之后 其实他就会继续来破坏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 我们与万物之间的关系 我们与自己的关系 所以为什么《创世纪》说到第三章 人犯罪的时候 所有的关系都改变 人犯罪是因为人要吃智慧果 要当自己是上帝一样 和上帝一样可以判断善恶 这个就是人不要上帝 人要自己来做上帝 来自己决定善恶 也就是这样的情形之下 人就得罪了上帝 我们与神之间的和谐的关系 其实就已经破坏了 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 其实我们看到很清楚 当人与上帝的关系破坏了之后 人就想逃避上帝 之后人就与人之间的关系都破坏 所以亚当与霞娃会互相指责 然后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也都破坏了 万物因着人的罪受了罪咒 到最后人对自己的关系也都破坏了 人就需要觉得自己是赤身露体 需要遮盖自己 遮掩自己 你发觉当罪入了这个世界之后 因为人与神没有这个和谐的关系 我们所有的层面 天、人、物、我的关系都全部被破坏 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 为我们赎罪 为我们代死 为我们与神恢复一个和好的关系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只有与神恢复这个和好的关系 与神和好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恢复与上帝的关系 与人之间的关系 与万物之间的关系 与自己之间的和谐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救赎 但今天我们说 耶稣基督受死与复活是很重要的 耶稣基督不单止死在十字架上面 更加重要的是去复活了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 其实他是没有办法救到我们的 保罗曾经这么说过 他说 若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所传的便是枉言 你们所信的也是枉言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 他所传的 他所说的 都只不过是一种理想 其实是救不了我们人类 但是我们感谢神 耶稣基督不单止死在十字架上面 更加重要的是他复活了 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曾经在历史上面有很多人 找很多的理由 想推翻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事实 但是其实都不会成功的 有人说 耶稣基督可能当时被钉十字架之后 是冒死的 后来在墳户里面起床了自己 跑了出去 这种理论其实是非常不可信 因为十字架这个刑罚是相当残忍的 是可以保证这个人真的会死在十字架上面 没有人经过十字架的刑罚之后 还能够活下来的 也有些理论 他们说耶稣基督死了之后 罗马士兵去搜墳墓 但是他们睡着了 然后那些门徒就偷走了耶稣的尸体 这种理论的说法其实都是很有问题的 第一 他是不符合逻辑的 如果那些罗马士兵是躺着了 他就怎么知道耶稣的门徒偷了尸体呢 而且罗马士兵这么多去守护整个墓墓 怎么会那么容易被门徒就这样就偷了尸体去呢 其实非常之不符合逻辑 除非这些罗马士兵是兵贸勇 假的 是死人来的 否则是不可能那么容易 能够被门徒偷了尸体去 也有人说 可能是罗马的政府自己收起尸体 不可以被人找到 那更加不可能 因为你知道当耶稣基督死了之后 没多久 他的门徒开始宣扬他复活之后 是引起了很大的温动 如果罗马政府他自己是有那个尸体的话 他主要拿出的尸体出来 整件事就摆平了 所以其实这种理论都是不可靠的 也有人说 耶稣基督的复活 可能只是他的门徒制造出来的一个方言 他骗人的 其实是没什么理由 那些门徒需要说这么大的谎话 因为这个谎话是没什么好处 也很容易被揭穿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 他们说这么大的谎话 只要罗马政府将那尸体拿出来 就已经揭穿了这个谎话 然后其实复活这种事情 是很难令人相信的 如果你说一个谎话 当然要说到刺沉沉 好弄而令人相信的 你怎样会说一个很难令人相信的谎话呢 而且这个谎话根本对人是没有好处的 特别是对门徒根本没有好处 因为他们说耶稣基督復活了 他们只会受到很多迫伯 他们不会因着如此得到任何的益处 只是会受到很多的迫害 犹太人、罗马政府都会继续迫害他们 所以没有人会做一个谎话出来 是很难令人相信 又很容易被揭穿 而且不让自己带来任何好处 所以我们相信 门徒是不会说这样的谎话的 我们休息一会儿 回来我们再继续讨论 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 对我们的意义